蓝绿之间也炒翻了 主因就是星期五下午 立法院长韩国瑜挑过多位委员质询 引发争议 国民党积极护函 表示韩国瑜只是遵守议事规则 民进党被惯例惯坏了 而当天没有质询到的 民进党立委郭国文 他发文怒呛说 如果国民党不尊重惯例 那民主基金会 由立法院长担任董事长的惯例 其实也可以取消 出席国一节庆祝大会致辞 在熟悉的医药领域 行政院长陈建仁侃侃而谈 不过十五号下午 多位立委执询被取消 失去一年只有两次 能执询行政院长的机会 陈建仁会为此 再次到立法院备取吗 话题持续延烧 民进党坚持立法院长 韩国瑜可以依照惯例宣布休息 让议事处通知后面的委员到场 国民党则是批评 民进党简直是被惯坏了 争议更牵扯到外交部跟立法院联合成立的台湾民主基金会 过往依照惯例 由立法院长担任董事长 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发文反向 如果国民党不尊重惯例 那么韩国瑜也不必担任董事长 民进党想要卡韩是已经举目皆知的事情 可是用这种理用来卡韩 实在是低级 而且非常的无理取闹 我没有能力去卡韩 我也没有急得想要去卡韩 各位不用急得去护韩 我尊重民主基金会运作的这个规则 以及他过去的惯例 国民党不甘示弱 表示如果民进党在基金会卡韩 他们也能删预算 惯例与议事规则的冲突 成为蓝绿在立法院的激烈攻防 记者夏军城林玉拉台北报道